先跟大家讲一讲最新的消息 就是内地的LPR出来了 一年期的本市场报价利率 就是3.7厘不变的 就没有大家预期下调 不过5年期的LPR就是4.45厘 就下调了15个基点 整体来说就没有大家预期那么好 一年期都减买了 你又怎样看呢 那当然了 其实就一年期不减 就少少令大家有点意外 因为理论上就应该移动 一年期利率会比5年期比较短 因为5年期比较倾向长期的利率为主 所以这次你说过长年期不过短 是有点意外的 但是我想都是那个因素 就是你一年期不敢动 或者是整体即使5年期减都好 其实都是减15点 比起之前讲的 比如刚刚过去的对上周末 那个首度防减最多20点来计算 其实这次的力度都是比较低的 我想实际情况都是反映着 就是内地在那个利率政策上看 其实都和我之前讲过 那个考虑点有点迟 因为譬如外围 你说美国也好 英国也好 有很多地方也好 不断加息 而且力度可能都挺大的 但是如果你这边商内地 是要 虽然可能经济的情况是需要 可能减息的 但是如果它减得太大力 那令到两者的息差 那个倒挂的情况更加明显 这个就更加引发到 资金外流的情况 其实可能最终伤害内地那些的经济 也都不出奇 所以其实过去都说 你说在个利率工具上 要减好大力 其实这一刻不会有那么大机会的 所以其实你看到金钻 甚至减减这个五年期也好 或者过去一些利率调整也好 其实都属于偏温和的 正如刚才都说的 我想内地会是想尽办法去撤击经济 这个是真的 因为今年定的目标 不断强调是相略的很高 但是会真的透过不同的工具 或者组合权的形式去做 所谓的组合权 可能都不是只是货币政策的组合权 可能是货币加财政 加上其他行业等等 不同的组合权形式去救经济 所以不是单单一个工具 一个减息去解决这件事 其实就不需要太厉害减住了 甚至我想如果真的要大力少少去减 可能等到下半年先 起码当美国加到差不多了 都开始定一些了 不是说再不断扯上去的时间 那一刻才减少一些 甚至当那一刻应该理论上 内地经济活动正常化的 那你减息效应就会更加明显的 所以我想下半年可能才会大力多一些 但是无论也好 这次也有少少这样的调整 其实市场都相对是正面的 你看到现在的反应 其实港股都有一个比较显着的反弹 但是这些反弹 正如刚才所说 就是可能继续着一个大的上落 也不要觉得今天弹完 譬如现在弹了四百多点 就立刻一支墊上去很高 我觉得都会不断去磨大家的 所以短线来说都是这些位置 继续拦着 是